台北市你要知道他是跟誰打 他是沙喀都耶 講萬安家皇他easy啦 你要大家記得上次來一個連勝文啦 連勝文大家就搶著要幹啦 就莫名其妙科幣就打下來了吧 科幣一打連家連家就是百年包袱耶 卻8年科幣不是就把連家連勝東包括連橫的老故事 寫什麼什麼馬飛有異論 鴉片有異論 挖出來詛咒把他挖出來一打 科幣莫名其妙就贏了嘛 就那麼簡單一個事情 因為這是打意識形態你知道嗎 陳時中如果跟蔣萬安打的話 蔣萬安的爺爺是阿公是誰啊 蔣中正 蔣介石 你說的蔣中正是郭民黨的說話 民進黨說 蔣介石是誰是228的兇手耶 我跟你打蔣家的兇手這個事情 跟你殺下去開玩笑 多少民進黨人會把集氣集出來你知道嗎 黃珊珊也是外省人耶 對不對 我一個台灣人跟你拼兩個外星人 蔣萬安的一部分票被黃珊珊搶走 我一定溫屌耶嘛 這是他可能他盤算 他第一個有利 第二個有機會贏 打意識形態 把意識形態打得很慘 如果意識形態打得慘烈的話會變什麼情況你知道吧 一敗一敗啊 國民黨放大 各自歸隊嘛 南部打了全國都開始打意識形態啦 本來打就是打一個地方選舉的嘛 現在變成是 每天國民進黨的廣告 看出來就是 蔣家殺人嘛 蔣家殺人在台灣這個是大家都可以 眾所皆知 誰家沒有被蔣家殺過 如果說不小心被這個陳時中贏的話 喔那不得了啦 變成一個新的派系啦 對對對 哎呦那新的派系出來以後 那開玩笑啊 養多少人啊 民進黨的英派的主要年輕派的人士 全部進到陳時中陣營了嘛 那個台北市 局長 處長 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資源太大了啦 會養一個 會出現一個比新潮流更大的派系 陳時中這個家這個人本身就是 很會做 他是一個 很不會做政治人 但他很會配合他後面的兄弟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才是 最後面的關鍵之所在 那所以我剛剛綜合一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陳時中 怎麼可能選桃園嘛 那麼多利益在裡面了嘛 所以台北的 沒有如果是我 我可以選我當然選台北啊 對 不是 他不是 因為現在徵招了嘛 對啊 那徵招了 那現在負責 他的操盤手 都是小英的核心嘛 對對對 關鍵關鍵關鍵 小英的核心的任務 都自己人 陳時中就是 陳時中的這個 陳時中的這個 後面的主要的 老闆 或是老大 都是蔡英文的核心人物嘛 所以 徵招陳時中是 百分之百 鐵板丁丁 不可能改變的現實 台北市的選民喔 最後的選擇 你聽我講啦 大家 最重要年輕人 那年輕人最後 等那火燒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蔣萬安是個很差 因為蔣萬安有個弱點 你不要忘記的 蔣萬安上市跟這個 吳什麼 吳英龍選舉 太鬧了 差幾票 差一點點而已 沒有那麼硬嘛 國民黨很鬧嘛 你講的都很 這個第七題講的很對嘛 沒有人喜歡這個政治鬥性 但是國民黨太鬧了 派韓國瑜選台北市長 你覺得怎麼樣 那幹嘛的 那是 那是 啥意思 那更好打 黃珊珊如果在國民黨的話 他的選票應該會比這個 這個 這個 可是有個問題 因為黃珊珊在國民黨 國民黨不會提 黃珊珊 對 這卡住 但我覺得黃珊珊可以更上一層樓 我認為如果他出來選 選得不錯的話 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可能有機會 錯了 你沒有嗎 完全沒有 那黃珊珊 他是親民黨的 還沒有那個 不是啦 我講的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的未來 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民眾黨在台北市 從柯P離開的台北市黨執務以後 民眾黨在台北市沒有地盤 沒有地盤的民眾黨 是不是有未來 我覺得還有在考驗 黨內打他是事實 因為民進黨現在 一路都說是中國的 阿強啊贏 這是黨內打沒錯 可是我跟你講的很大事實 就是說 民進黨內的民意代表 比如選市議員的 很希望陳松出來選 為什麼因為陳時中的民調 仔細看 尤其看美麗島民調 陳時中民調跟民進黨民調 齊平 民進黨支持度多少 陳時中就多少 所以 民進黨現在在台北市的市議員 很擔心什麼 你找一個人出來 他的民調比 像之前姚文治一樣 2018年一樣 然後 媽破盤 然後議員會掉一席 所以其實現在民進黨內部 黨內打人家是說 黨內特定的對手 可是民進黨內部的市議員是希望陳時中出來選 黃珊珊不選 當然對陳時中是必啦 對必啊 誰問了 誰問我把他料出來 民進黨三腳剛才會贏啦 為什麼這次大家會想選 你想想看會有人攻擊陳時中為什麼嘛 就是因為這次有機會嘛 你不要看他那個 上次李議員選台北市 怎麼沒有人攻擊李議員 姚文治也沒人攻擊啊 誰要打他 這溫蘇輝嘛 民進黨喔 只要有 開始有 有黑函的時候 就表示有立頭 吻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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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不會挺黃珊珊的理由是 國民黨本身就是個小家子氣 那國民黨已經掛了我也同意啦 那你扶不上牆的藍營 那你扶不上牆不是藍營 等一下 那你扶不上牆是國民黨 他打綠的人打的軟趴趴的也是國民黨 也就是說朱立倫 領導的國民黨從這兩個禮拜看下來 從罷免這個台中罷免結束以後的表現 我們全部都失望了 就是原來的朱立倫又回來了 大家同不同意 對不對 原來的我們認識的朱立倫又回來了 那這個朱立倫 就是一個軟趴趴的 國民黨主席 所以這個不用懷疑 一定掛掉 那柯P當了兩屆的市長以後 台北市長還要 守不住嘛 你表示台北市不是你的地盤嘛 那你守不住這個地盤的話 你這個政黨 就沒有盤嘛 領袖人物你自己要當海綿 還是要當石頭 是自己的選擇 我要當海綿 我就吸收跟我不一樣的人來跟我合作 我當石頭 我就一天到晚跟人家碰撞 撞了自己一頭包 各方面一頭包 你懂我意思沒有 那柯P本身就是個簡單的醫生 他不是一個劃時代的政治人物 政治本身 還是要有相當大的DNA的問題 就是要有天分 還是要有這種 所謂的天眾英明這個事情 不完全是迷信 要有一部分的天分 然後要創造 他好像 喬下策這種人物 所以台灣的政治的程度 比起日本的文明程度 落後非常非常多 這個非常 非常非常可惜 請問一下 決定 我們要在 there 有什麼事情 你每一人都 你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